战姆斯·克拉珀是星期二在纽约的一个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外交关系协会做出上述判断的 他说朝鲜的领导层把建立核武库设为生存的凭据 他们陷入包围充满恐惧症 所以任何让他们放弃核能力的想法 不论这些想法是什么 对他们来说都是谈都不要谈的 或许我们最好的希望就是为他们的核能力设定上线 但是他们不会因为我们有这种要求就去照做 这一定要有某种重大的诱因才能做到 美国以及中国 俄罗斯 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 曾经花费数年时间就其核项目与朝鲜谈判 自从朝鲜在宣布进行首次核实验三年之后的2009年退出谈判之后 六方会谈就一直陷入停滞 华盛顿表示如果要恢复六方会谈 金正恩政府必须再次承诺停止核实验并放弃核开发项目 平壤已经拒绝了西方的提议 并继续抗拒世界领导人要求朝鲜遵守一系列联合国决议的努力 今年朝鲜进行了两次地下核爆 并进行了十余次导弹试射 VUA新闻报道